第二道菜呢就是杨过和小龙女的组合 我闻到味了 太香了 对吧 是杨过和小龙女的组合 那么在这道组合当中呢 小龙女就像这冰清郁节的萝卜一样 对吧 非常的冷静 特别的清爽 但是呢它没有过高的热量 那么杨过就不一样了 杨过是非常有热度的这个羊肉 对吧 就因为姓杨所以选的羊肉 姓杨所以叫羊肉 对 那么羊肉大家都知道 是秋冬季节非常适合吃的 对 中医奖呢 它杏味有一些温热 对吧 那么在这个季节吃呢 可以增加身体的热量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 大量的矿物质和脂溶性的维生素 对吧 那么羊肉也是比较好的红色肉类 如果说有一些确体性贫血的朋友 你可以尝试一些 吃这些这个脂肪含量 不是特别高的这个羊肉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尝一下 来 就是没有善味 我感觉这两个在一起吧 是一个绝配 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 像我平时就是不是很喜欢 那个羊肉的那个善味 还有萝卜有的时候 也有种那种特殊的味道 不是很喜欢 但是今天这道菜就是 这两种味都没有 就是特别喜欢特别好吃 这羊肉的善味一点都没有了 真的吗 对一点都没有了 真的吗 你可尝一下 一点都没有了 然后整个就是吃起来就是让人回味无穷 吃下去吧 很舒服 这羊肉呢 感觉到没有善味了 适合于我们那个老中年青人 你到底是什么年 适合老中青年 适合我们老中青年 这越吃越年轻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那么在羊肉萝卜的这道菜里面呢 萝卜是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就像小龙女一样冰清郁洁 对吧 萝卜当中呢 这个热量不高 但是呢 它里面维尘素C的含量 比苹果和梨呢 能高出差不多十倍左右 再有呢 就是它里面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而且呢 终于讲 萝卜可以纸壳化碳润肺 在秋天的这个季节里面 是非常适合的 其实呢 冬天也一样 对吧 那么白萝卜加羊肉 就像小龙女和羊过一样 双剑合璧 是一道非常漂亮的营养美食 美食搭配之神雕侠侣 于老师代表作 白萝卜和羊肉 代表语句 世间的人或许有那么多不懂我 但我都不在乎 只要你懂就好 白萝卜和羊肉 正如小龙女和羊过 在一起 早已命中注定 羊肉和萝卜来搭配呢 自古以来就是绝配 营养上也是吗 营养上来讲呢 它也绝对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见过吃羊肉 吃的比较多的 一顿饭吃六斤羊排 手抓羊肉撕着 就站针就吃了 对吧 吃完了以后呢 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 就是一次吃肉吃太多 为了减少咱们肉食的摄氏量 最好的方法就是 当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就在肉菜里面 多添加素菜吧 对吧 而且呢 在羊肉当中添加萝卜的话呢 萝卜它里面 还有一些戒子袋啊 葡萄糖一流青酸盐之类的 一些东西 那么它对身体的保健作用 也非常好 再有呢 就是它和羊肉一起来搭配 羊肉是有善味 和非常腻的那种感觉的 对吧 因为它里面 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 稍微高一些 那么和脂肪含量相当低 可以忽略不计的萝卜来搭配 可以减少整个菜的膳食的总热量 而且呢 萝卜当中的植物栽生 可以降低胆固醇的吸收 对吧 不能说羊肉里面有胆固醇 那我就不吃了 干嘛不吃了 老人的蛋白质的瘦肉量 比年轻人还要高 而不是说人老了 就不能吃肉了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吃一些红色的瘦肉 或者说鱼虾肉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说我人老了 牙也不行了 我就少吃肉了 你多吃一些 可以降低胆固醇的食物 不就得了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搭配 除了味道上 非常的和谐 还可以去腥解腻 提鲜增香 羊肉和萝卜来搭配呢 自古以来就是绝配 严老师 求做法 做羊肉的时候呢 这个羊肉的商务 大家都比较讨厌 对吧 那么手抓羊肉的做法 就是在水里面煮 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 这个汤里面 加一些调料包 可以放一点花椒 放一点陈皮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小茴香和姜 另外呢 这个香桂叶 也就是香叶 我们也可以放一点 对吧 最后呢 把它给扎起来 如果说你买到的是 什么呼伦贝尔 这个西林锅勒 或者说这个新疆的羊肉 那么告诉您 汤里面 只要放几片姜就行了 鞋子什么都不要放 对吧 羊肉 要看谁吃 如果说楚菊吃 牙口非常好 对吧 牙口非常好的人 羊肉 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的时候 口感是最好的 弹牙 对 那么老人吃的羊肉 差不多要炖煮 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非常的软烂 对吧 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 这个口感了 萝卜呢 不可能跟着羊肉 一块下锅 否则的话 找都找不着了 对吧 萝卜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块 大块 对吧 或者说切成条 在羊肉快炖熟的时候 剩下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你把萝卜下进去 小火慢慢地一起来炖 这样的话呢 萝卜也软了 但是呢 还不像烂泥一样 而且呢 羊肉的这个杉味也降低了 这个食物当中的新杉味 在去除的时候 包括做鱼 做虾一样 你所有的去腥的东西 不能一股脑的全下去 要有这个层次的 比如说 一开始放姜 然后呢 还可以这个放料酒 然后呢 第三步 我们还可以放糖 第四步 我们还可以放香菜 可以放葱 可以放其他的一些 这个去腥的东西 那么做羊肉也是这样 所以 咱们呢 这个萝卜 后下 也可以帮着去腥 然后出锅的时候 还可以再放一点香菜 它又可以去腥嘛 这样的做法呢 可以让这道菜做起来 青山味 几乎是吃不出来了 吃这种手抓肉 标配的东西 还有标配啊 如果说你能买着 这个新疆的烤囊 那简直再好不过了 对吧 在锅里面稍微烘烤一下 然后呢 撕着 跟着一起吃 然后呢 煮羊肉的汤 撇去了油以后 这个羊肉汤 又是非常好的 这种汤 对吧 那么跟着这个 手抓羊肉一起来吃 蘸着烤囊 都没有问题 当然了 这个手抓羊肉呢 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调味 您呢 如果说喜欢味重的话 可以用蒜泥三合油 最传统的东西 什么意思 蒜泥呢 就是蒜 把它砸成泥 稍微晾一会儿 里面的蒜维酸氨酸 然后合成大蒜素 对吧 这时候是最好的 然后 这里面还要放 这个米醋 生抽 然后加香油 加一点香油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浇在这道菜上面吃 可能更适合 东北朋友的这种口味 在这道菜里面 感谢观看